第十二题,右图是甲乙丙三种分子的结构示意图 黑圈和白圈分别表示不同原子 甲和乙可以反应生成丙 则甲和乙完全反应生成丙的化学反应是应如何表示 我们假设用A来代表甲,就是A2 那B代表乙就是B2 那么就是A2加上B2会产生所谓的AB3 那我们现在把它化学方程式平衡 我们就发现这边要写上系数3 这里要写上系数2 也就是我们的有一个甲加上三个乙会产生两个丙 因此第十二题,我们说 则甲乙完全反应生成丙的化学反应是应如何表示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甲加三乙产生二丙